- 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陈舒贤- 我是薛林泰- 是 在今天台股行情的变化裡頭一開盤- 也就北京所看到的是- 美國股市重挫了齁- 結果台北股市竟然是一個- 開地政杠走高- 啊! - 而且利空測試結果不跌- 能不能最後是一個反漲的契機- 至少最不中一不原意- 在收盤最後數字還沒出的之前- 鼎太兄- 您的觀察裡頭的話- 的確這震盪裡頭- 重要的就在選股身上- 選股裡頭看到利特還是一樣- 相當強又是一個掌丁板- 甚至波羅威- 哇 尤其這兩檔股票- 講到波羅威也好- 或利特的話- 就想不到鼎太兄- 您- 那麼- 面對這個行情的變化- 選股真正的重點- 越是震盪越有機會嗎- 哦 當然越是震盪越有機會- 哦 當然越是震盪越有機會 - 今天投資朋友也算是- 這個內心- 稍微震盪一下- 昨天看到美國股市有沒有大跌- 有啦- 跌了這個投資人- 在禮拜- 三個禮拜五美股大跌的時候- 投資人就跟我講說- 哦 那好像美國股市大跌了- 然後呢- 禮拜一開低- 然後震盪一下- 也是五六十檔的股票漲停- 那麼禮拜二又震盪一下- 禮拜三啊- 禮拜二晚上又看到- 美國股市又跌了- 這一次不是跌一兩百點- 這一次跌了三百多點- 喔- 禮拜二又震盪一下- 禮拜三啊- 禮拜二晚上又看到- 禮拜三啊- - 那更是嚇一跳- 那你也覺得很奇怪- 今天為什麼開低走高- 我再次跟大家強調一次- 美國股市今年大概也不會崩盤- 因為還有別的地區可以漲- 像中國股市今天幾乎漲上來了- 對不對- 你把這個- 這個關鍵點跟大家看一下- 那麼中國股市也還不錯- 中國股市的創業版- 那個導播看有沒有- 中國股市現在- 應該是小漲吧- 那麼韓國股市也沒有跌到- 也沒有跌到- 那麼日本股市- 為什麼日本股市會漲一百多點呢- 因為日語 - 我說過- 美元如果走升- 美國昨天美元來到98- 美元指數來到98點多了- 那麼來到12年新高- 只要是美元走升- 那麼日元跟著走扁- 這個就不是空投- 反正說資金沒有跑到日本去避險- 日本如果資金跑到日本去避險的話- 日元要跟著- 跟著升- 就是美元跟日元不能同步升- 這個就不對勁的- 這個就不對勁 - 那這個OK的- 因為日元反而迴远到八年的新低- 日股就大漲了- 那麼這個帶動- 那我們應該看到- 中國股市的創業版- 很強- 創業版很強- 再寫下這個歷史的一個新高- 創業版再寫歷史的新高- 那這就告訴我們說- 事實上- 至今很多在這個地方- 繞來繞去輪動- 大家不用擔心- 那一樣- 很多好的機會- 大家要把握它的買點- 它的買點- 昨天我跟大家講這種話- 波羅威- 你看看- 看 - 波羅威- 今天在台北- 這個美股重挫的時候- 它反而是拉上來的- 拉上來的- 你們看到-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美國股市有一檔- 股價叫FNSR- FNSR- 這個- 就直接下單給它的- 供應鏈- 也上手啦- FNSR- 你看它的股票- 最近很強- 一路的大漲- 你看- 你把這個圖景稍微縮小一點- 知道最近很強- 早就擺脫底部- 創業破斷新高- 我們看到- 好久沒看到- 去年啊- 去年更弱- 去年很弱- 本來說- 產業出了一點問題- - 現在都OK了- 這個是直接下單給波羅威- 你看- 跟波羅威- 再把波羅威- 放進去- 3163- 你看- 我以前講過- 就是跟大家講說- 這個就是講的- 你有- 你有一套- 你有這樣的資訊- 你就不會錯失好的股票- 那這一段時間- 大家在講這個- 生技股- 好像- 平面媒體要講一些利空- 大家不用管理- 來 我們看到- 好戲是在後頭的- 因為- 美國股市- 慢慢導播- 讓我們看一下- NBI- NBI- 生技指數- 讓我們看一下- NBI- 生技指數- 讓我們看一下- NBI- 生技指數- 讓我們看一下- NBI- 生技指數- - 昨天美股大跌- 你看- 這個生技- 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 還紅紅的- 小小的紅棒- K線紅棒- 這個VTK- 生技指數- 更是漲的- NBI- 是小漲- 而且這個平盤- 這個因爲什麼- 來 我們再把- 再把- 蘋果的股價放進去- 蘋果- 發表新品之後- 居然- 股價跌破了- 短線的低點- 那大家都Apple Watch- 像Apple Watch-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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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Apple Watch- 直接- 說-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直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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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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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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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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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車- 就是什麼- 就是231- 的什麼- 日月光- 昨天漲停耶- 所以- 你看- 所以- 你看- 麻煩- 看日月光- 看日月光- 日月光- 日月光- 昨天漲停耶- 今天是這樣子耶- 有沒有-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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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主要就跟大家說- 大家不要去買- 什麼- 要買- 外資的股票嘛- 因為外資可能就- 隨時都會撤- 大家大起大落- 都很難做- 所以- 注意我跟大家講的- 不要去買- 外資的股票- 好戲在哪些- 來 我們再來看看- 太陽人的族群- 我個人- 這個- 這個- 這個風車- 這個風車- 就是什麼- 就是231- 的什麼- 日 - 非常看好- 6244- 的- 6244- 的這個茂迪啊- 茂迪這個- 今天也還不錯- 茂迪- 昨天黑棒- 看樣子又有機會了- 中國股市- 今天本土的太陽人- 在美國掛牌昨天是跌啦- 本土的太陽人呢- 居然寫下了歷史新高- 好多檔- 好多檔- 寫下了歷史- 什麼- 什麼- 阳光電源- 一大堆- 都長-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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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我的操盤工具- 都知道- 這個- 中國股市的太陽人- 飆翻天了- 在本土的太陽人- 飆翻天了- 好- 我們看好- 太陽人- 也看好- - 那利用這個時間點- 好好把握- 好- 我們再來看看有沒有日圓- 我們看到日圓- 日圓呢- 日圓是一百二十一囉- 一百二十一囉- 一二一- 一二一點三五囉- 所以這個- 日圓又扁到八年的心理- 偏光榜的機會又來了- 好- 那民工利特第二了- 就是利特了- 就是利特了- 以前說利特第二就是- 現在不用了- 好- 那利特我們上次做了15支漲停- 那高檔- 我說過- 你要學會- 勇敢的賣出一些- 賣出一趟- 賣出一趟- 那利特我們上次做了15支漲停- 那高檔- 我說過- 你要學會- 勇敢的賣出一些- - 那拉回再繼續做- 這個機會又來了- 昨天公布財報- 當然二月份大家都不好嘛- 這個沒話說- 但是他已經跟你講- 三月份又要重新回到軌道來了- 那加上這個- 日圓我看來還有扁的空間- 所以偏光版- 甚至連面版- 然後看一下友達- 這也不是說一直沒機會- 日圓又扁- 又扁個一天兩天- 這就有- 機會走出利空了- 所以這個利特有沒有機會- 再飙一波呢- 金漲停- 機會是不是又來了呢- 呢- 金漲停- 機會是不是又來了呢- - 哦 機會是不是又來了- 你要把握- 關於這個收盤- 指數要麻煩一下這個蘇贤-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收盤數字- 結果原本從小漲13點- 變成是逆勢灌壓- 灌壓總共13點- 最後比的話壓低26點- 收盤下跌13點來到9523點- 倒是量的部分- 來到960億元之多- 那麼在剛剛鼎仔兄已經特別提到- 從這個會市上的觀察- 甚至從在整個美國股市- 這個重挫的測試結果的話- 台北股市已小跌了- 那麼在剛剛鼎仔兄已經特別提到- 從這個會市上的觀察- 甚至從在整個美國股市- 這個重挫的測 - 也來做收- 那麼接下來我們準備要先休息一下- 回到節目現場繼續要鎖定- 從指數上觀察之外的話- 一些掌握到個別的題材- 又該如何做切入呢- 專注- 讓華信投股- 投資觀點加倍清晰- 我們擁有掌握重要投資的- 強力經驗- 包括股票- 期貨- 選擇權- 都能夠以- 絕佳的專注力- 建立投資優勢- 圓夢轉線- 連載投資的- 強力經驗- 包括股票- 期貨- 選擇權- 都能夠以- 絕佳的專注力- 建立投資優勢- 圓夢轉 - 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 二三九二三九八八 - 入住最好的運動旅行車 V60 限量低頭款低月付 - 今年是陽年要祝福大家陽年洋裕幸福 新年快樂 我的心 The Wreck Fuji 烂沙发爱抹饮 Timoji FUJI 爱河中央公园绚丽耀眼 3D光雕袖台银大变身 烟火水舞绽放港湖热情 高雄的会艺术节欢迎您 宠爱之名以及维他命C 净白净化液 黑色素单单换白三步走 抑制 还原 代谢 断黑要白 快速投出精亮光彩 宠爱之名让净白很简单 以及维他命C净白系列第二剑二折 满额再送化妆水 好 今天台北股市尾盘的话 关押有26点之多 最后是小跌13点 9523点 不过对于整个美股股市 一开盘就是一个重挫压抑着股市 开地之后却是一个震荡拉高 利空测试结果 那么除了刚刚鼎端胸预判之外 接下来选股测试跟重点 我们刚刚一开始opening也说了 像利特 像波罗威 都是强势的标股所在 这震荡就是一个好的切入机会 还有哪些重心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注意我跟大家讲 我认为生计太阳能都是颇断的 你要利用它拉 这个利空拉回 因为美国股市刚刚已经跟大家讲 生计股强得不得了 苹果大跌 可是生计股手稳住 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事实上你看到美国股市 包括你今天早上 如果六点半左右 我就来看看我们这个脸书 你就会知道说 我还是跟大家讲同样的话 没有在避险 美国股市没有避险 包括我如何跟你解释 日元美元的关系 那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我特别跟大家讲 你这一段 你如果是长期锁定的话 你早上要看 那就是说 你上班之前 或者说你做股票之前 你先要了解一下 国际股市到底是涨的意思 怎么回事嘛 那你知道之后呢 你知道国际股市涨的意思 怎么回事呢 所以你来看看我们 然后呢 这个盘啊 盘中要十点半 你看那个关键时间点 还在跌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怎么讲 所以这个重不重要 这个注意哦 我们先看一下 你不要搞不清楚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新攻略 你要到我的脸 新攻略 打这几个字就好了 然后呢 赶快再来这个 这几个字叫什么 叫钱滚钱 三立钱滚钱 十点半刚好跟你分析 我就说这个要往上 所以你早上看到 我盘前跟你讲的之后呢 那盘中再来看看 我们跟大家解盘的话 那你就稳定金顺了嘛 好 那收盘之后呢 我们这个三立的分析师 谢陪宇 谢老师 还帮你做收盘的分析 那晚上再看一下三立 全球财经 你看 老师朋友 我们 你自己想一下 你从国际股市一大早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它大也没有错 怎么样执行 即使一大早 全台湾 投雇分析师 没有人像我这么认真 因为那个要收集资料 那个苏贤公认识我二十几年了 二十几年 都知道我很认真的 我很专业而且很认真 所以我能够把资料 整理出来给你看 整理出来给你看 那一样啊 这个盘若你看这个培宇 谢老师 谢培宇老师 也是很专业 帮你做综合分析 甚至要把一些像今天 像一些什么面板 日元等等的关系 一些重要的材 他也把你放进去 所以 老师朋友说 这样就有效了 你到底 我是想问你 有用的东西 看了就 就不用再那么啰嗦 看一大堆那个 那个没有用的东西 然后让自己 弄得很复杂 这个不是我 我真的是跟大家讲良心话 每一次去演讲 苏贤你知道吗 每一次去演讲 投资朋友就问说 老师那猫咪人 说了 他说在半康 说爱半康 说怎么样 可是后来 也都没有跌 那接在大跌了 结果你今天 听了这样的言论 一大早把他砍出去 对不对 这个来回差多少 你想一想 单单这个指数这一块 单单指数这一块 你的忙就很麻烦了 一大早是跌了七八十点 对不对 那盘中还翻红 所以这个 你要有很正确的资讯 你当看到美元强烈升值 又看到美元强 日元强力贬值 你就知道美股 日股一定会大涨 日股大涨的 是不是 我的FB里面 脸书跟你讲说 今天大陆股市也很重要 大陆股市 你看翻红 是不是 这就是我跟大家 观念最重要 好 那么我希望大家 一气呵成 把这个 第一个台股新攻略 记一下 然后呢 钱滚 三立财产 钱滚钱 钱滚钱 那么从早上 还没开盘之前的 国际股市 到盘中的分析 到盘后的呢 这个谢老师 谢培宇老师 帮你做的分析 然后呢 夹夹减减 到了晚上 这个 你也要收拾 整天你看头顾老师 你是什么 是不是 太用了 对吧 然后来扰乱自己的思绪 有用的要看 没有用的 就算了啦 跟你讲 这是真的啦 每天掌听盘这么多 大家都在讲掌听盘 你看一个人 看10个人 不是同样 大师编我这样说的 好吗 大家都在说掌听盘 对不对 是不是 大家 第一次开了一个 大家老师都在说掌听盘 你看一个 看10个人 不是同样 是不是 大家都同样 我们这是专业的 包括指数 来跟大家讲 你看 指数 指数 我说这是30分钟 帮我打个台股 对 你看指数 有没有看到 30分钟的 当然现在还在 30分钟 不过 已经有一点样子出来了 要注意哦 这个随时会转折 现在还是在空方的架构 可是几天前 这个 你会看到这个虚线 你一定会看到这虚线 虚线代表 三天前在这里 9600 6的时候就开始跟你讲这个 这是我们操盘工具 我说过 投资朋友 你要有一部很好的操盘工具 专业的投资人 一定要学会使用专业的操盘工具 我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 就跟我说的 来 你看这 你看 来看一下 你看 来看一下 你看 有没有 来 你看 国际股市的变化 你看 美国股市跌1.8% 1.8% 很多 300多点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你看到这个 一早把它抖掉 我看 你明天知道 明天再大涨上来 你就又出这个也行 出那个也行 我们说实在 我们说实在 这个时候就最高三跌 你要学会逢低布局 要知道这个内容的变化 在讲什么 德国股市没什么跌 日本股市也没什么跌 今天日本股市开始大涨上来了 昨天上海中和值也是小跌而已 但是 这个创业版指数却写历史新高 这个待会我们底下会跟大家讲 美元指数 你看98.6% 我之前就跟你说 市场平均到100% 差不多嘛 这个对上来 这个欧元就1比1了 净膨也是差不多这样而已 我们说净膨也是差不多这样而已 MBI指数没有点 来看一下 0.4是要做什么 这个就是他撑住的 可是你看另外一个生计指数 确实涨的 确实涨的 而且都在历史高点的附近 那边挡 挡啊挡啊挡 所以呢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你不用 而且孔光指数也是16.62也还好啊 这个 它本来的合理都在15到20之间都还算很安全 在15底下是超安全的 美国公债指标率率也没有大幅的变化 也没有大幅的变化 唯一的就是油价又回到50 那油价最近也好像下了 一下50 一下50 所以从内容来看 你看日元是不是121.16 有没有 这就是我说的嘛 你通你就通了 投资朋友 这样的这个金融商品啊 而且我们都有解说 我们都有解说 只是跟大家讲 解说因为落落等了 这就是我跟你讲 你的你的是 你的操盘那个红买绿卖 有没有 叫做看盘用的 有这些东西帮你解释吗 没有帮你解释这些 我说过这底下有解释的 你这个两个的差别在哪里 操盘工序 好你说 老师 这这样五分钟就有了 网路不一定悬就悬有了 五分钟 错 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 那东西 东西做的比较完整 做的比较完整 而且一大早 我们的这个客户 电脑一打开 一大早就有了 就看到了 开盘之前就有了 你看 美国股市 你看 你看苹果不再创新高了 一百二四 一百三十几掉到一百二四了 那他十九号 变成道琼沉闷股 会不会有一点表现 这个我们要继续观察 Skywalk还小跌 昨天跌到Google这些 这些都出现 都出现大幅跌 最主要你要注意美光 美光真的是不对劲 美光真的是不对劲 所以你华雅科怎么做 你要做华雅科 这支股票你要掌握得住 你看这么多 很多很多都有 还有我们最近跟大家讲 这Finish 他昨天拉回了2.5% 但是不要忘了 我刚才已经把图形 图形给大家看了 有没有 这个跟Paul Rowe有关系 他已经涨了一大段 昨天才开始拉回一点点而已 我要跟大家讲 有些东西大家真的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像我们 我们跟大家讲 像美国无线充电大厂 这支 长无台无线 落21% 我说给他在这个 没来没去 落一只一趴 这样这都要小心 无线东西 全世界无线东西大厂是这样跌法 当然我们国内的无线东西能不能做 就好像Tesla 你看那个一粒电啊什么 帽连都涨不上 因为Tesla一直在走跌 Tesla在中国还柴园 你看Tesla Tesla也是在这边 也是一路走跌 像你把国际股市的东西 都能够掌握在你的手中的话呢 国际股市的相关内容都掌握在手中 你不用怕 国务市场就是这样倒来倒去而已 第一个 你从国际金融商品来看 这个背景 到底是涨多了拉回 还是要进入空头 你从国际的金融商品 有没有跑去避险啊 没有跑去避险 股市就只有涨多拉回而已 还是多头 不要这样 看到蚊子就开钱 想说这样就空头 很多人就一段 又看空了 这个不是我要跟同志们讲的 我跟苏贤认识那么久 一把我最拿手就是看空 我最会看空的原因是因为 我太了解国际金融商品的变化 好 再来看 美国如果落 中国台湾就去 这个资金就有转换的效应了 这个就是中国股市 中国股市你看 昨天的这个创业板 有没有 创业板指数强力拉 但资金重回上阵 这是前几天的 创业板指数昨天又涨2.5% 历史新高 就历史新高了 你看整个架构都很 这个中国股市 不止这些还有啦 那因为这个 把国际股市的金融商品 加上美国股市各股的内容 跟台股的联动 加上中国股市的内容 跟台股的联动 怕你没时间 还给你做一个什么 还来做一个综合分析 我们每天都有综合分析 有没有 综合分析 都还是帮你做综合分析 一大早 一大早 一打开电脑就有了 它就自动跳出来 有没有 然后呢 此点指数跟你讲说 此数当然还是比较偏空 还是比较偏空 因为指标还在偏空 指标这两天 可能准备随时要翻多 所以 投授们 我就是跟大家讲 观念你要弄清楚 这一套工具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叫做操盘用的 这个叫看盘用的 你试着想想 投资朋友 如果你要做美光 你要做这个 华雅科低润股票 你怎么可能 可以不知道 全世界的这个低润股票 到底是涨还跌 干嘛这样的操盘人 有这样操盘人吗 全世界的低润 美光带大铁 然后再买华雅科的 有这样的操盘吗 没有这样操盘的嘛 你自己想就知道 所以这个差别啊 那技术面当然 跟大家类似 一定会有鸿买力 但是我们做得更精致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专业的投资者 请使用怎样 专业的操盘工具 才能够帮你 趋底避凶 关于这个指数 要麻烦一下这个苏玄 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这个期货的收盘数字部分 首先要看到 在台股的台子期的部分的话 是下跌10点 跌幅只有0.1个百分点 电子期的部分 也是想成为一个小跌的情况 跌幅在0.04个百分点 倒是特别的地方 在金融期身上 金融期的话 在今天开盘到最后收盘的话 一直维持一个相对强 相对中性红盘的演出 台股达到0.54个百分点 尤其是富邦性的点火 再看到摩耐机部分 收盘跌幅是0.17个百分点 事实上跌幅都是相对有限 我想再来看看我们这个 还是老外聚 记得 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看看我的脸书 这个早上一大早就有了 这是国际 国际的金融商品 当然没有我们这个 因为东西很多 我一大早把你 是基本的 可是你如果要更详细的话 你就来看看 用用我们的操盘工具 很清楚的 只能讲个大概 但是我觉得你的收获也会很大 记住话我没跟你乱说 我说这个东西 还不是空调 说什么 几月几号要转折的话 国际股市市转折的话 我脸书上都 这一两天都在写了 都已经写了 我记得我今年九月底十月初 抗空记得吗 是 我七月份就给你预告 大获全胜 就给你说 你刚才跌一千点 一整年啊 你只要避开那一个月的空头 你赚钱 如果你那个月你还放空 赚得更多 这样对不对 你避开了嘛 对不对 一整年 就一整年就跌那一个月 把所有东西都跌光光 这样空头危不危险 对啊 一样啊 那接着盘中十点放到记者 锁定我们潜滚钱 记得这三个字叫潜滚钱 我的是新攻略 我的是新攻略 这个是潜滚钱 这是潜滚钱 有没有 然后呢 盘后呢 潜滚钱会帮你做资料的总整理 朋友 这个啊 不是说我要帮这个潜滚钱打广告 因为这是 我还是那个想法 你有 你有盘前的分析 你有盘中的导引 你有盘后的收盘的资料 导出朋友 好股票自然而然就会冒出来 对不对 你有必要来看这支 这支就叫利特 利特 想一想我讲的利特 利特温之前有这么做的 有没有 叫个年初的时候 十五支停办 但是我一直强调 你要会卖啊 我卖了一趟 那现在机会是不是又来了 利特的机会是不是又来了 你要注意利特机会 来的话呢 咱们又来一次 十几支的停办 咱们又来一次一次亡名 你说老师你怎么追高 那你算追高吗 这样滴买高卖 还接着这样 这这样算追高吗 哦 股票就是这样做 不然我们经常讲的那一句 它叫做 拉回找买一点 是怎么做 你跟我说 就是这个意思 我跟大家讲 我非常看好太阳能 我还是看好太阳能 中国股市的阳光电源 拜托今天直接跳空涨去 一大堆太阳 中国股市啊 美国股市的太阳能 一个月飙五成到六成 昨天也没有跌到 也没有跌到 昨天也没有跌到 那么 美国股市的太阳能 那中国股市的这个生物科技啊 基因检测这些啊 都创历史新高 注意哦 像这样 我们讲 追到哪儿不要追 拉回就是买点 这个 大家不看好 我跟你讲 人去 我去 那旗月来啊 那股年 那坡肉会跌成什么样子 结果我一讲 涨上来了 这个也是 好的股票 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的节目也不可能说 单压一个股票啦 投资朋友 我还是那一句话啦 一定有一些观念在里面 尽管我有几点 不能整年 当年都公共一支股票 所以我们里面有投资组合 来这个就是 美食有没有机会呢 有没有机会呢 全世界都在标 干细胞概念股 有没有机会呢 量都做出来了 有没有机会呢 有没有机会呢 这个 你说老师 怎么买 拉回车嘛一点 不是要把握 这就是操作的观念嘛 好 生计股 你看过年前 跟大家说这支 过年前说的 有没有 过年前说的 你看 这一路涨上来 一路涨上来 很吓人哦 一路涨上来哦 这就是生计股 这个也是生计股 还有呢 这个啊 这个散热的 我跟大家提到散热的 操纵 你看今天又创新高了 美国股市跌300多点 又怎么样 又怎么样 另外一档叫泰塑 明天搞不好就急起直追了 他们都做同样的东西 两个同时接到华为的订单 一般来讲这支先起 下一档就知道是哪一档的 股票就是个观念哦 来 这个婆若薇 你看 昨天跟大家讲的婆若薇 你看 菲尼泰塑大涨 那机会是什么来啊 机会就是 机会就是这样子 机会就是这样子 机会就是这样子哦 那个我刚才跟大家讲 这个操纵创新高 下一档会不会落在这里 会不会落在这里 哦 又再不好了 又再不混了 可是它底部越电越高 三十几块 你说要几百块 你外面要三十几块 刚刚好 这就是选股的策略 跟方法哦 好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单紧 有没有 你看 股票就是这样做 有没有 起涨的时候买 拉高的时候卖 有没有 拉高的时候 然后准备它拉回 准备它拉回 继续要做多 继续要做多 股票市场上有一些好股啊 像这个设备 台积电在涨了 在涨了 在跌的时候 它还继续涨 有没有 台积电这个震荡 它也震荡一下 一机会就来 这好股不会寂寞的 我们手上还有 还有标马股 要等着大家 我要跟大家讲 好机会 大家千万不要放过 那么找机会啊 为人来找我聊聊天 喝喝咖啡 聊聊股市 来我们公司 看看我们的操盘工具 谢谢大家 掌握下一档的标马股 好的 非常谢谢鼎太兄 那么鼎太兄 一二再再听听 大家好 这个操作上的一个 除了工具之外的话 还有整个转折性的关键 当然明天早上 除了脸书之外 十点半钟 锁定鼎太兄的这个连线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据全球视野的操盘团队 才能驾驭股海